接著要開始敲第三個串連並連公式 就是電阻的串連跟並連 如果把電阻串在一起 總電阻等於分電阻相加 1歐姆 2歐姆 3歐姆串在一起 總電阻1加2加3 6歐姆 串連的時候 電阻串連的時候 總電阻等於各分電阻的相加總和和 1加2加3 R1加R2加R3加...等於總R 總R 所以叫做串連的時候的公式 並連公式比較落縮 叫做導數相加的導數 導數相加的導數 R1 R2 R3 1歐姆 2歐姆 3歐姆 把它並連在一起 總電阻1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 然後還要再反過來一次 這叫做導數相加的導數 同學最容易犯的錯就是 1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完之後 就停工了 就不算了 沒有還要再反一次還是電阻 導數相加的導數 等一下會用推導的方式告訴你為什麼長這樣 就是目前就這樣子背 現在有些老師不教並連的電阻公式 刻本也不太想要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夠學會 雖然現在不太想要處理並連的時候的電阻 總電阻 但是我希望你還是要記住還是要學會 R1分之1加R2分之1加R3分之1 等於總的R分之1 叫做導數相加的導數 這叫做並連的電阻公式 這個是可以用推導的方式得到的 所以也不需要死背 對 假如有R1、R2、R3三個串領 串領的時候 總電流跟分電流相同 我為什麼要找相同的 因為相同可以寫等式啊 可以寫等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可以用啊 一個是1 另外每都是1啊 所以可能還繼續用啊 所以 我假設我們電的就是I 大家都是I嘛 那每一個都符合歐姆定律 或者每一個都可以用電阻的定義 叫做R點I分之V 所以呢 每個電位差都可以算出來 R1分是IV1啊 IV2、R2啊 V3、R3的這樣等待出來 就是那個的電流 那個的電壓就是那個的電阻 可以算出來 V1就給R1乘I V2給R2乘I V3給R3乘I 然後我們知道 串聯的時候 總電壓給分電壓的核 所以總電壓V 就給V1加V2加V3 你是總電壓 所以就要用總電阻跟總電流去算 你是分電壓 就用分電阻跟分電流去算 所以我們的總電阻R乘I 乘以總電流 R乘R乘I 就是所謂的總電壓 然後看來算算每一個電壓 那麽I可以怎樣 消掉 所以R1加R2加R3是這樣做 然後 串聯的時候 總電阻 總電阻是各分電阻的核 那是個公式 OK 那是個公式 好 並聯 並聯誰相同 電壓相同 電壓相同 所以可以假設每個電壓都是V 電壓都是V 然後每個都會再帶一次 就是R等於I分之V 所以每個電流這樣做 R等於I分之V 所以I1就是這樣做 I2這樣做 I1就是這樣做 I1就是這樣做 R1分之V R2分之V R3分之V 然後呢 你的總電流 並聯的時候 總電流就是各分電流的核 並聯的時候 總電流就是各分電流的核 所以I就等於I1加I2加I3 又一樣 你是總電流I 所以請用總電阻 請用總電壓 你是分電流I1 I2 I3 就用分電流的電壓 分電流的電子 他已經寫過了 所以就這樣做 這個旁邊的R分之V 就是總電阻 總電壓球 總電流 然後旁邊是各別 剛剛算出來的I1 I2I3這樣做 然後B全部消掉 然後 R分之1點R1分之1加R2分加R3分之1 叫做導數相加的導數 你知道的公式 所以其實 不用死被也可以 就把你們照這樣的說法去做 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背公式 你也可以用這個想法 一個一個去算 它應該是多少 也是可以求出來的 OK 就是這樣子 就是R等於I分之V 配合串連跟B連的公式 想想就可以得到 所以 不背也可以算得出來 也可以求 OK 好 就做這一題 就是簡單基本題 讓你練習一下 剛才貝多的串連跟B連公式而已 第一個是串連 第二個是B連 串連怎麼辦 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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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加 2加3加6 太難加了 好 16 16 高強 就好了 那B連怎麼算 導數相加的導數 所以呢 就是2分之1加3分之1加6分之1 然後呢 號稱要求最小公倍數 通分嘛 他說6 水6分之3 6分之2 6分之1 大哥6分之6 這一邊是6分之6 你忘記翻過來耶 沒關係 可是呢 假設他是6分之5的話 你們就先大哥 就寫6分之5 寫到6分之5就好開心 答案就是6分之5了 錯 要翻過來 5分之6 這裡因為正好是1 所以有沒有翻結果是 一樣 要翻過來 要翻過來 6分之6 翻過來還是6分之6 叫做1 1 叫做1 1 好這就是 要你注意 這個 就注意 導數相加的導數 這是我們要請你了解的事情 OK